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谈到基督呢 包括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 就是他的身位呀 他的工作呀 那他的工作呢 很多面了 那么这里呢 这本书呢 着重讲到他这个工作的四个阶段 这个四个阶段主要的工作 那四个阶段呢 大家很容易记了 第一个就是成为肉体 第二个就是钉十字架 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复活 第四个阶段呢就是升天 可以说他的成为肉体 钉十字架 复活 升天 这四个主要阶段就是他工作的主要的内容 当然了 在这之前还有他的创造啊 那么在这之后 他升天之后还有天上的执事啊 还有他的再来啊 还有再要来的千年国做王啊 还有再要来的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林做中心呢 这些都是他的工作的内涵 但是呢 就着这个神的经伦 神的旨意的完成来说呢 这四个主要的阶段呢 是他工作的主要内容 那这四个阶段 主要阶段他的工作呢 都是为着神的定职的 所以呢 在这本书一开头呢 他先告诉我们呢 神的定职是什么 神永远的旨意 那么我先把这个旨意啊 神永远定职的事啊 给弟兄姊妹读一下 他说 圣经启示我们 在一过的永远里 神按照他自己的美意 匿定了一个计划 神在那计划中定义 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彰显他自己 并借着一般人来彰显耶稣基督 这样 这位隐藏不可见的神就得以彰显 同时呢 基督也得着荣耀 基督该在凡事上居首位 居第一位 但这一切都在于一件事 就是要把基督做到一般人里面 成为他们一切的一切 这一般人调和着 在基督里神丰满度量的生命 就成为基督活的肢体 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 弟兄姊妹 这几句话不得了 这几句话就把这个神永远的定制给我们说明了 那所以呢 这基督工作的四个阶段 都是为了这个定制的完成 这个定制呢 其实就是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 在地上 在这个人性里 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 然后代表 然后呢 不光是彰显他 也是代表他 那现在呢 我们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看一看 在这四个主要的阶段里 基督完成了什么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成为肉体 那成为肉体 这件事是不得了的事 在成为肉体里 到底他完成了什么呢 一个重大的事 就是神与人的调和 神与人的调和 在他成为肉体之前呢 神是神 人是人 神是在人之外的 神创造了人 但是啊 神跟人是没有合在一起的 但是当有一天 基督成为肉体了 那这个就是神跟人的调和 所以呢 当这个伯利恒的马槽里那个小婴孩生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婴孩 却被称为全能的神 所以第一个 这个神与人的调和 就是这位耶稣 就是这位耶稣 这是第一件 大家要记得 这个基督的第一个阶段成为肉体呢 就是神与人的调和 那么第二呢 他成为一个肉体之后 就是神呢 能够在人身上得着彰显 也就是在人性中来彰显神 你看啊 这个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好像很平凡的 正常的人的生活 但是在他的生活中 在他的身上活出了神 所以啊 神借着人得了彰显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个基督的成为肉 第一个阶段所完成的 第一是神人调和 第二是在人性中彰显神 而这个呢 首先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了 但是呢 他还要进一步在更多的人身上来实现 来完成 也就是把这个神人的调和啊 扩大到更多的人里面 然后呢 也在更多的人身上来彰显神 那好了 那我们看看 那他这个 这两件事都是借着啊 圣灵来成就的 对不对 主耶稣第一个 他成为肉体 是由圣灵承运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在成长的过程中 是被圣灵充满的 然后他出来禁职的时候呢 他借着受禁了 把自己摆在那个死的地位上埋葬 然后呢 受禁之后呢 他受圣灵的禁 所以啊 他是受有圣灵而生 然后呢 被圣灵充满 然后呢 而且呢 披带着 穿着这个圣灵 因为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 在他受禁之后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要在人性中彰显神呢 其实我们也必须有经过这个过程 第一个就是要重生 对不对 你不重生 你还活你自己嘛 你重生之后呢 你还要被灵充满 你不管被灵充满呢 还要外面呢 穿上圣灵 里外都是灵 里面被灵充满 外面被灵充益 那这样的时候呢 才能够在人性中彰显神 这个就是第一阶段 那么第二阶段呢 就是他的钉十字架 钉十字架 这个基督徒都是蛮熟悉的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 他首先给我们基督 为什么要钉十字架 给我们呢 基督钉十字架的 这个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呢 就是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呢 因为呀 人堕落了 因为呀 整个神的救灶败坏了 所以呢 神需要审判这个人 审判这个救灶 然后呢 借着审判呢 带进救赎 所以这个救赎 是他这个必须钉十字架的 第一个理由 那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整个这个救灶啊 需要被带到死地 需要被了结 这个救灶已经变旧了 所以呢 基督他作为神造物中的 这个首 第一位 这个首领 这个元首 所以啊 他就带着整个救灶 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为了了结救灶 结束这个救灶 为了带进这个新造 那么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比较更深一点 其实他受死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为了 将他自己分刺到 我们的里面 其实任何东西 要完成分刺 都需要经过死啊 你像我们吃的 任何的食物 他都是经过死的过程 所以这位基督 他要把神 把他自己分刺到 我们的里面呢 他必须经过死 所以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的死了 就仍旧是一粒 那如果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了 那怎么结出呢 是借出这样的分刺 所以他第三个理由 是为了完成他的分刺 那么最后呢 在第二章里面 他就给我们看见 基督之死的 这个包罗万有性 其实呢 在他这个死里面呢 所有的难处都解决了 这个宇宙中 所有的难处 你说宇宙中 哪些难处了 你说的罪性啊 罪行啊 我们的疾病啊 死亡啊 撒旦啊 还有他的邪恶的权势啊 还有这个世界啊 还有我这个败坏的天性啊 还有这个律法上的规条啊 这一些通通都介绍他的死啊 这个 通通都介绍他的死啊 在十字架上解决了 所以简单来说呀 基督的死啊 他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 是一个了结一切的死 把整个救灶 把整个难处 这个宇宙中 这个宇宙中 所有的东西啊 都了结了 所以他的死啊 是包罗万有的 而这个死呢 当然呢 也是为了我们的应用 那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怎么应用呢 他这个应用啊 完全是在灵里 为什么在灵呢 因为基督啊 你照西伯来书上说 他是借着永远的灵啊 把自己啊 无瑕无次的现象的 所以他的线上 也就是他的钉死 是借着这个永远的灵灵 那今天 这个我 这个死啊 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也是借着这个灵 是借着这个 他复活的这个灵啊 进到我们的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死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把这个死的功效 死色了结的 这个结束的 这完成的 都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这就是他在 第三个阶段是完成的 就是他钉十字架 就是他的死 他的死呢 简单来说 不光是完成了救赎的工作 不光是了结了救灶 不光是能够带进 他的生命的分次 更是一个了结一切 消极事物的死 是一个保罗万有的死 这就是他死 那死之后呢 第三章 这个我们看见 就是他 他这个工作的第三个阶段 就是他的复活 那这个复活呢 其实借着这个死和复活呢 这个复活啊 他就在他的复活里啊 把他自己啊 与人调和了 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呢 都重生了 他这个复活呀 就把基督啊 带到我们这些人的里面 他在复活里呢 就把这个神人的调和呀 调到更多的人的里面 千万的人的里面了 所以呢 在哥罗西书三章那里说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啊 这里不是说基督赐给我们生命 来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基督在复活里 就成了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的复活 是为着做我们的生命 是为着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 那在这本书里 他也提到 我们既然知道 我们既然清楚 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需要凭他而活 凭他而活 在一切的事上啊 这个凭着基督来活着 凭着基督来对待人 那今天很多基督徒 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 该怎么做呀 有没有什么规条啊 这个是该不该做 那个是该不该做呀 比如说有人就问说 这个我们做基督徒 该不该开玩笑啊 这个其实呢 很多事情上 圣经上没有讲的 真正说 到底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到底有什么 我们基督徒 基督徒有什么规条呢 在这本书里 他就讲到 基督徒的唯一的规条 就是基督 基督在你的里面 基督说让做 你就做 基督不让做 你就不做 不是对错的问题 不是是非的问题 乃是基督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啊 他的生活 就是要活出基督 我们的唯一规条 就是基督自己 好了 这就是啊 基督 第三个阶段 在他的复活力 所完成的 就是做了我们的生命 基督做了 我们的生命 活在我们的里面 那么第四个阶段 就是他复活之后啊 有这个升天啊 这个升天 你看基督在 在他的 在他的复活力啊 他把他把新造 带给我们了 就我们呢 能够成为 他的新造 成为他的新造 那也成为 基督身上的肢体 但是这个身体啊 还没有产生 还没有啊 这个 这个形成在地上 那只等到他升天 升天之后呢 他就浇灌下 他的灵啊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他的升天 就带进了 圣灵的浇灌 圣灵的浇灌 那么这里有一段话 读给弟兄姊妹听啊 他说基督升天之后 就借着他的 圣灵的浇灌 浇灌了 他的整个身体 乃是借着 在圣灵里的这浇 所有的肢体呢 就形成一个身体 在升天之后 他也赐下许多的恩赐 使徒 申言者 传福音者 牧人和教师 那这些恩赐的目的呢 是为了建造 基督的身体 所以呢 你看见说 基督在他的死里 就把整个救灶了结了 那借在他的复活里 就产生了新造 产生了这个 基督身体的许多的肢体 乃是在他的身天里 借着这个圣灵的浇灌 这个 他这个身体啊 才产生 才这个 进成了一个身体 所以这就是 他在这个 这个圣灵里的 所完成的 为了这个定制 为了这个基督身体的形成 所完成的 那所以呢 在这本书里 后面呢 他讲到我们 如何经历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的工作的两面 一面是内在的 在里面做我们的生命 来将我们来充满 一面是外在的 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教我们受圣灵的禁 教我们呢 当做一个外衣啊 穿上 所以呢 那么这里 我们要如何经历 这个圣灵的两面呢 他在这个圣灵的充满这一面呢 就是啊 还需要的是 操练我们的灵 以活的方式呢 与主接触 并且不断的否认己 所以我们操练我们的灵 与主祷告接触 向主祷告 与主接触 然后呢 也否认我们的己 我们就会经历啊 这个里面的充满 然后呢 这个圣灵的禁 就是外面的充满 那这个我们如何经历呢 就是第一个要领悟啊 我们的主已经升天 他已经得着了做主 做元首的这个身份 那第二呢 我们必须在身体里 而这个禁呢 是为了禁成一个身体的 所以呢 我们必须在身体里有正确的关系 与身体有对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经历 这个圣灵工作外在的一面 就是把我们呢 进成一个身体 经历它的浇灌 而这个浇灌 而这个外衣 事实上就是为了 这个身体的形成的 所以呢 这里呢 最后的结论 我把这个结论呢 把这本书最后的结论 给读给弟兄姊妹听啊 他说成为肉体 丁死复活 及升天 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 当我们接受基督的丁死 我们就得着赦罪 称义 救赎 及其他许多事物 当我们接受基督的复活 我们就得着重生 当我们接受基督的升天 我们就得着从高处来的能力 这一切 基督都已经完成了 这些都是好讯息 也就是福音里的项目 如果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应该告诉人 这四项 他的成为肉体 他的丁死 他的复活 和升天 然后 他们就能得着赦罪 称义 救赎 重生 以及在圣灵里的进 他们里面 会被生命的灵 充满 他们外面 会穿上能力的灵 你看这里呢 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基督的 这四个主要阶段的工作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福音 也就是我们福音的那种 是吧 他的死 为我们成功救赎了 接受他的死 我们接受他的死呢 我们就得着赦罪 就蒙称义 就得着救赎了 然后呢 我们接受他的复活呢 就得着重生了 然后呢 接受他的升天呢 我们就经历啊 接受他的升天呢 就接受圣灵的交往 而这一切 不光是叫我们蒙救赎 叫我们得重生 更是叫我们里面充满 外面充满 一切呢 目的都是为着 整个基督身体的 形成和建造 所以呢 基督的 这个四个主要的阶段 我们看见的 一面来说 他完成了 神的定制 对不对 神的定制 就是要成就 神与人的调和 在人性中 得着彰显 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 所以基督的 道成肉身 成为肉体 基督的钉死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升天 就把这个定制 完成了 他不光是得着 耶稣基督一个人 做他活的彰显 做他在人中间的彰显 人性里的彰显 更是得着 一个团体的身体 千万的信徒 成为他这样的彰显 所以呢 就神那边来说 这个基督的 这四个主要的阶段 完成了 神的定制 那就我们来说呢 这就是一个大的福音 对不对 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福音 因为他的钉十字架 为我们成功了救赎 叫我们得着 得着救赎 得着称义 得着赦免 而他的复活 叫我们得着重生 而他的升天 叫我们得着圣灵的浇灌 叫我们与众圣徒 同被建造 成为一个身体 这就是福音 所以呢 基督这四个阶段的工作 一面来说 完成了神的定制 一面来说 成就了人的福音 所以呢 我们需要认识 宝贝这一个 把这个带到我们的祷告中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真的成为我们里面 内力的构成 另一面呢 我们也需要讲说这一个 我们也需要宣扬这一个 我们宣扬基督的成为肉体 宣扬基督的钉十字架 宣扬基督的复活 宣扬基督的升天 其实这个就是传福音了 这个宣扬基督所完成的一切 就是我们福音的内涵 因为这个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福分 这个是不光叫我们得救赎 蒙重生 叫我们呢 更是与众生都建造 成为基督的身体 这实在来说 就是我们的福音 愿神祝福我们 这本书实在是非常的丰富 虽然很短 但是内容很超越 非常的宝贝 我们借着追求呢 借着读 然后呢 珍赏 宝贝 基督在四个阶段所完成的工作 在神的定制的完成上 说成就的 还有呢 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经历的 就是我们的救恩 那么我们传扬出去呢 就是别人的福音 也不光是我们的福音 也是别人的福音 感谢主 愿神祝福我们 借着这样的追求 来更多的珍赏他 保爱他 也能够传扬他 经历他 阿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